这个担子其实已经卸掉了 是 看看吧 双方王兔搬选 首先是RSG 选的手苏格兰 直接上难度了 挺敢打呀今天 这也是 下一场再打的话 如果咱不算全明星啊 那就是A阶比赛 对 然后看一下 请求是选择了一路向前 然后搬途 绿越竹风 对 这是请求会打的一张新图 羽扬可能打的比较多 然后紧接另一边呢 手搬的是心亭和宝 针对弹仔的一手龙图 对 赤城红叶也搬掉了 这样的话 全之冰魄也放出来了 然后紧接最后一搬 老级的工地 两张蓝图的话呢 是都给到五星赛道 然后首图 也不是首图 RSG的王图 又选了一张六星赛道 那其实 这手老街 搬的不是能理解 因为其实RSG 也不爱打老街 可能就是 单想打一手神都 然后后面万一 有针对的话 防一手 你这图研制不明白的话 其实你就想想 这车哈雷特 是最有可能上的 打哪张图呢 前边他得 他是得这样 这个套路得先前边 骗出一辆哈雷特来 然后神都往后排一排 可能第六张 或者第七张的时候 他自己打 对 助他一辆哈雷特 你们都别跟我针 是 就选出来对面拿 记录的话 这就难受了 如果风仔针 跟他一起拿的话 其实这个记录不好说 因为我记得之前的记录 是不是风仔的 对 是风仔的 然后被 好像是被宁清打破了 来 看一下这个 首途极度航天城 这一次 还会不会有人 从那个调避点 掉落下去 是 声音出来 一个弯道 羽扬有点上墙 单载一卡二了要 声音先尊重 风仔先射先杀了出来 看这个断空 落地的路线 没有问题 断弹在重开弹气 连续过来 前边上坡路段 飘 有点弹强 是的 那这个甩尾的话 其实就不太要甩了 角度来说 没有那么完美 有点拖 那这样连续的上墙 对于重的节奏 有点打乱了 连续的速度劣势 其实让后边两个人 快速接近了 没错 这边延续以后 看一下 羽扬想先卡弹仔 再钻一下那弯 弹仔再防守 羽扬的话 我觉得跟弹仔好好练练可以 对 弹仔 其实这个菜机 对抗是蛮多的 是的 就你要真的把弹仔卡成了 那你这个卡位的经验 心得应该会更上一层 风仔下来之后 其实并且有点小歪 但是他领先距离太远了 但这一歪的话 可以把羽扬放进来 看一下啊 最后是1.95 确实帮清酒提了一分 是的 两分 没打出什么火花来 对 这也有可能是这场比赛的一个主基调 因为开局起步的话 一旦说放了风仔出去 其实后边的三名选手都很难追 因为有弹仔的卡位 然后有羽扬的卡位 然后包括众友的时候呢 其实也会掺一脚出来 这三个人现在其实都热衷于去对抗这件事情 那搅在一起的情况下 就没有人去套追风仔这个事了 风仔出来之后 你不给他任何的干扰 那就是一文造计 出天小霞森那是正常的 但还有手速干场 这个重磅 直接上南图 但苏格兰场的话 反而是重在南图当中 跑的还较多的一张地图 对 这张图其实是清酒 在所有的 就咱四张南图放一块 跑得最多的一张图 甚至我记得在下楼杯的时候 好像还能挑这张图打了吧 因为毕竟在之前的境外载区来说 苏格兰确实会成为一大挑战 所以如果他把这张地图练好了 那肯定能够在混战当中突围出来 对 连续的两个弯 其实众都没有太处理好 是落下来之后稍微有一点点蹭 但还好是调整过来了 没有真撞上去了 下张图速赶场的话 赛车也是完全一样的 但宇阳这个成绩确实是 慢了一点 而且这个赛季可能打的也不多 对 49秒了 对他们来讲的话 其实不太会主动选择这张图 但对众个人来讲的话 是不怕这张赛道的 众肯定能够跟住 就是得看宇阳在后面能不能就是滚住了 对 开机器波宇阳跟风仔在一侧 直接内线卡开宇阳 风仔完整完整 两个弯道 哇 还是实战经验 会合之后 弹仔和风仔双铃跑 是 风仔这边再稍微压下重的位置 缓起之后再过来 拉开已经现在跟弹仔 10.5秒的距离了 现在想动手还不太方便 先跟着 但是风仔自己出弯 出现了上墙的失误 影响到了中 风仔的话 自己是磕歪了 然后重视被顶到后面 但中没跳过来 风仔这边再反强 两个人站在跳往边缓 昏的御阳是2.5秒了 现在中间的卡位也非常的关键 一个月再释放过来 相差了0.4秒 也碰不到前面的风仔 甚至有一点要不用 再拉开 前面大家没弹出来 第二甩 但倒霉的还是重啊 发重 再卡一下 这里自己出现的头票 老哥哥 你从第一变第二 你为什么卡我呀 你自己过不去 让我先走呗 但是现在把风仔放过去了 语阳的话 现在还是维持在2.5秒 这一锅交替 对于他来说 没有任何的帮助 对 前面人名词变来变去的话 他反倒3.1秒了 后边还有失误 再调整 出完以后 整体的控车是没有问题的 反而是中这个位置 也是在2秒左右 再来回跳秒 风仔前边 其实可以揣起来 找手干嘛 对 没压力的情况下就玩嘛 你最后续放过来 来看一下 第一个弯道 甩出来 有问题 再转快出了 看以后 第三个弯用了 怎么是 对 在实战里边 而且刚才角度 确实特别好了 但确实第二个弯道 你通过一个甩尾快出 能够帮助你在第三个弯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角度 对 这灵魂三甩 难在哪 这第二甩 你甩角度不好的话 第三甩甩不出来 它是有一个连带效应 对 就中间这一环的衔接很重要 但这场比赛 RSG俩人 怎么失误彼此 互不干扰 甚至这东西 其实都不是在赛场上 有意为之的 就是说我失误了之后 我测意让你一下 或你后边的躲我一下 都不是 就正好是失误那个点 后边抄过去之后 直接运动到琴九了 就 就连带一波 也就是你在起步没有出来 就你起步 哪怕卡在一个第二名 你前后是对方两名对手 其实都没有关系 对 就你这样一失误 对面一失误 你始终是受连带的那一个 就弹仔失误那点刚好 失误以后 刚好能放过风仔 又正好能卡位到中 对 就是那个拖飘的弧度呢 风仔切那弯就过去了 然后下一个又是个左弯 弹仔还需要再从那弯 去卡一下中的位置 看下这局分数 宇阳的话是1分47秒 算是打破自己的一个历史记录 哎呦 但是还有很高的提升空间啊 而且确实这张地图 如果下赛季还要打的话 那肯定是要着重练一下的 因为对手的一个点就在于 呃 其实琴九 他有的时候是有能够 拖入到加赛的能力 但一旦你如果给到对方选图 那一手苏格兰场怎么应对呢 相当于暴露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蓝图肯定是一定要加练的 就这一局就直接拉开了5分嘛 嗯 而且我觉得琴九倒不如像AZ一样 我直接练蓝图 我在场上打得多和场下打得多 完全不一样 你场下可能练了千百万次 但场上发挥不出来 其实就是两个问题 哇 今天AZ最后一手选空港啊 倒野光棍 对 咱俩都打吧 反正现在评分就剩一张图了 同条的话其实有点可惜 后面都已经反超了 然后最后的这个弯道 自己上墙 然后没有调整过来 对 这场比赛的话呢 其实对于宇阳来讲的话 是一个个人的试炼 嗯 前面三个人其实没有太影响到他 是 那说回头还需要在张图上 好好打磨一下 一路向前 啊 回去向前的话 这赛车 是我看错了吗 没有 这种不打 今天不打清云春的一个想法就是 想在一路向前上用 之前的话可能就是 冰破我用完以后我打清云春 但现在不了 我直接用在一路向前上 时序使者 嗯 少见了 看去起步看能不能抢过 十天套铁还是快的 对 还是快的 毕竟就是 十天套铁还得慢慢集气 而且他还得慢慢叠这个 他不在 对 就你得踩到后面了 你才出去 但是也没有完全出去 对 第四游放完 雨昂有点歪 调整一下 前面 大家有人顶着飘吗 没有太多的干扰 但在这个位置 能蹭上 是 但路下还是有点要贴 附位了 对 紧接落地的上一个弯道 被重顶了一个内道车身 所以自己的车头 完全飘了出去 没完全断掉 不过 但在复位之后 现在风还在第四 这个就感觉有点戏剧性 第四游再补过来 刚才雨昂 没点到 对 第一下没点到的 不知道有没有放出来 紧接拉过来以后 看这边的一个弹射 再弹 后边有拖飘 有点小拖的 现在雨昂的话 又是0.9秒了 0.4秒后面的这个点 一次又再放过来 感觉时间当地有机会抄啊 想要先点后弹一下 但是影响到了 这种风在顺势补位上来 雨昂也跟了上来 但距离有点远 但在这一卡位 把重根 自己都放到后面 但转的 RC是转的 弹仔现在真的就是 操作跟思路 都是顶尖的 对 而且反应很快 对 那个点就是 他自己无论如何 卡完之后 方向肯定会玩 那就看风仔了 他觉得风仔上来了 我这一卡 卡成了 风仔能补位 没卡成 风仔还是能补位 他能瞬间做出 对于整个团队来讲 最好的一种判断 对 他思路很清晰 就整个局势 我一看 这个位置 你在我后面 那我卡位了 我动手了 你稍微注意一下路线 就弹仔跟风仔 其实在可能 跑图过程当中的交流 是很密集的 就可能有的选手 就觉得 我边跑边交流 会不会跑不好 但他们俩可能已经习惯了 尤其是弹仔 这多好 对于风仔来讲的话 就是家里边有一大哥 然后 平时还宠着自己 对啊 我来动手 你还跑 对 这就是 拖着风仔 让风仔去充现的 因为这样一打的话 其实把弹仔 自己的分数也打下来了 本来弹仔 按理说你追不到11一个10 没问题 是 但确实这么一打完之后呢 RIC在这张图上 反倒能够再赢两分来 就弹仔这一撞 是把重给拉下来了 那这第一就完全暴露出来 那雨昂再上去 他的补位 没有那么及时的情况下 也没有跟到一个10分 本身风仔 就在第三的刚才 所以整体分数来看 肯定动手是比较转的 接下来的话 是来到了轻球选图了 第四章再到开始 思路就得 去想一想 哈利特如果要真的 骗对方那手车 那打哪张 而且你这张图 用了一辆 十具使者之后啊 你可能有很多张图 都是打不了的 肯定一号公路是打不了的 对 你甚至 阿尔法 你都不许定 对 那就现在看他 今天这个神都 到底要不要打 要打的话 那从这张图开始做文章 选一手出来 然后让对面打 比如说选一手霍比特 那这个点选霍比特的话 是不是还有手孙悟空 风仔直接飘下去了 它是那个没蹭到最后边上的那个 对 弹仔的话是刚好搭上 然后接了第三段 但是落地下来之后 也没完全断掉 还是再往前飘 再接侧身的话 也直接衔接上墙了 金华东梦 怎么这是 这张图确实 这张图确实对他们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会选的地图 但以前就可能孙悟空的作用 是在梦回鼓鼠上面更多一些 先消耗机甲 把机甲先全完全打下去 来了起步 这边绕回来的路线 走走外侧 上墙了一个宇洋 想要挤那一道 然后自己又被卡了下来 是 然后直接让他保安器过来 有这个大的欧甩 前后两个清酒队员 都发生了很严重的失误 是的 开局就直接落后了 两分开外 对 那得说这张图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但想后追也比较困难 因为比细节点 就是因为简单 所以说你想后追 这件事就有点难 一个就是前面不会给机会 第二个就是你后面怎么做极限才能去拉近呢 大中云开起来 站在这边再送加速带 这一家没问题 原本是一张很好的过渡图 变成拉松图 对 起步两人的这个失误确实很大 前面得看一下空来是个什么成绩啊 三级六号千环一分三十五秒一五 弹过来 WCW 再延续 最后第一下去之后 第二卡中军再开 最后线转向 过来以后也没有任何的失误 看前线上 为点飘 再衔接一个四身快出 其实我前面踩下四代之后 CWW 最后是一个一分三十五秒四六 其实有机会 但是还差一点 离千环的成绩的话 差零点三秒 而后边 哇 还羽扬一个三点九九 但弹仔这也跳了 一点零五 你跑的是真快啊 三点九九是幸运 而一点零五的话 就是略有倒霉 是的 弹仔说我也没啥失误啊 我就这么一跟着 你这第二圈完全一点机会不给 你别说这是队友视角 你对手视角 我第二圈就苦苦在那追啊追啊 最后还拿了一个九分 这是敏敏失效 嗯 追女星的那一把 对 这也跟上次每周也差不多 对 我跑那么快啊 最后九分 然后跟昨天神也差不多 空港跑过二六 日常拿个十分差不多了 这赛系蛮多的 就是那种我跑这个场景的平时够用 但架不如就是你这一把超神了 对 就我跑的还是跟以前一样 但也还好吧 风仔这也不是破记录的成绩啊 就只不过说是逼近记录了 是 主要也是起不出去了 三个人可能就在第一个弯卡完之后 然后风仔就没有任何的对抗 对的 就第一个弯的话 其实大家都有点受影响 嗯 那宇阳的话就是受影响最大的那一个 它是直接被卡到复位了 我还是比较好奇宇阳的这个卡位 因为我说了嘛 今天对抗RSG 就是去学对抗经验的 对 但如果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 呃 愣途冲的话 那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受益 因为确实看得出来 连续的几场比赛 它不管是在卡风仔也好 卡弹仔也好 这件事情上 其实呃 不管先动手 还是被人动手了 嗯 都吃亏 对 所以确确实实这件事情 尤其对于个二号位来讲的话 对抗太重要了 还是得学着点 法师比较66 啊 14分的一个分差 对 风仔已经四冲了 对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要提一下的 还剩下三张赛道 啊 风仔现在是已经四冲44分 能不能够让我们在常规赛的 收官阶段看到一个满分先生 那你首先得看勤九会不会打哈雷特就有战术 对 你要把哈雷特一片 然后下手再反打一个 那这这个赛季其实最难拿满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赛车的差异 是 就是在想 77分不是极限 不是终点 嗯 会不会有人拿到99 哎 进加赛 然后还拿99 对 这个 这个就是跟之前可风想的一样 我都拿77分了 还进加赛了 那我得 失误成啥样啊 确实是 那对二号位来讲的话 确实是一个蛮大的心理负担的 压力 压力给到满分了 还打了加赛 来看一梦青花 啊 风仔的哈雷特出来了 哎 伏笔已经埋下了 风仔哈雷特 雨洋哈雷特啊 弹仔呢 是用了一辆草本链歌 场上唯一的A车 而重的话 其实也保留一点自己的选担 因为目前分差确实大 对 选途权一直在他们这里 所以拿一辆薛烈未来 也争一争 稍微把这个名次往上靠一靠 也给到风仔一点压力 几乎下一张图就是 神都 或者第七张图一定是了 选出来尝试一下 起步 风仔哈雷特很快 哎呦 雨洋 这是想卡吗 花了个四分之一的圆啊 对啊 碰不到啊 这个位置 等空下来 这起步哈雷特之间的1.2秒之差 这你差个0.5都忍了 对 而且刚才换那个圆 其实对于他自己的超义是蛮伤的 起步的优势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扩大开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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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有机会破的 看一下 路线没问题 这边断攻下来 再断一下 这里角度非常好 但是那些有拉近 还是0.2 还差了一点点 那这样来只剩下后面这个弯道 最后一弯没问题 1分06.94 恭喜风仔 把一梦熊花在赛场上带到了06的成绩 而宇阳这里也是同样驾驶哈利特的情况下 拿到了9分 还是起不太伤了 我看来好像也没办法 这一图就算没破记录 跟秘星记录平的话 宇阳好像还是个9分 对 因为它是1.4 其实就是那个图标 没有那个图标 其实能跟一个10分 对 记录也来了 只不过我们想到了这场比赛可能会有记录 想到了记录可能是会由哈利特来打破的 但没想到的是实在请求选到的一梦青花上由风仔打破了这个记录 风仔状态就是现在很稳 那你起步如果不给到他对抗出去以后就真的一稳到底 他可能说路线不会说像以前那样走得非常的极限 但稳的话有一定的容错率 新记录 看一下 确实 这也是本场比赛风仔的第5次充现 本场比赛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多选手能够给他造成很严重的干扰 不过后边还有悬念 后边还有挑战 因为众手里边还藏了一辆哈利特 但是新记录已经打破了一目青蛙上的风仔记录 先拿一张记录 后面的再输 看一下打破是逆星保持了20天的一梦青花 是 之前1分07秒13 现在的话是在等了06 1分06秒94 这张图其实对大家来讲还是存在着参差的 记录榜上第5名的猴子还是08呢 对 所以说能够跑到07的选手在目前来看的话也是不多 如果这场比赛也要稳住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07的成绩 它是有可能上榜的 然后像风仔的话是直接跑到一个06.9 这个投票真的太少了 就你感觉它要碰吧好像也碰不到 应该就是自己的一个个人失误 全脱啊 这个镜头给到的全是大家后边的一个失误机器 对 而其实这个小细节点就弹仔刚刚上墙的小细节点 其实它也有个连贯性 因为它也有个小段墙 所以你必须赶紧地把这个配合就断下来 来了 神都前古横罩 果然要打 是 但R4这边也是弹仔里露一手哈雷特来伏击你的哈雷特 那风仔的这一辆炎军就显得有点弱小无助了 但如果前面俩人真掐下来的话 那还有一个圆的圆地之心 就是好像得一关过 对 关关都难过 看看能不能过 开局起步的话 两个哈雷特开超一直接跑 但蛋仔在前重在后 起步始终抢不到优势 嗯 手过来之后0.2秒时间差 有段空 下来之后录像极限 但是卡雷特超 哎呀好机会 风仔直接ECU反超过来 但也得蛋仔给机会啊 是 蛋仔出去以后也是很稳的 跳下来 下来 敏续 哦 已经3.0了 对 风仔的话跟蛋仔是相差了一秒 还有一个ECU能够拉近一点 是的 那海里头这里超一会给风仔造成一点麻烦 直线速度上两个人有卡位 就是一个外道的卡位 风仔这边ECU释放出来 已经顺利拉近了 对 把神也跑得出来 对 神的记录 现在的话 蛋仔是慢神0.2秒 天 风仔后边0.7 感觉追进有点难 啊 而且这里 蛋仔路线也没歪 动空下来之后快出空 没问题 那应该是没有其中了 恭喜蛋仔 1分03.60 所以你看RSC两个人强就强在两个人的这个极限能力都非常的快 对 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刚才觉得跟WZ就你真比实力的话会感觉有一点差距但确实两个队打起来是很胶着的 跟WZ 跟WZ RSC跟WZ 为什么突然比到他们两个呢 前面刚才就跟冰神讨论了一辆这个他们2V的实力差距吗 我记得之前那场比赛他们俩打的时候2V的分数是完全一样的对吧 嗯 而且之前都有百分百嘛 对 所以就感觉就是如果你论你个人的极限能力来说 就是风仔跟蛋仔他们的这个极限可能会再更上一层路 对 他们极限的那个上限其实要更高一点啊 那这样的话还是所有的充限次数全在RSG手里掌握着后边还剩下一张赛道了 就是RSG你甭管出去的是谁 跑出来都是一个接近记录的成绩 都能让我们看到前面的影子让我们看到迫切度的这个希望 所以这就是他们2V可怕之处 其实也是这个赛季但在回归之后让我们看到的RSG的一个改变 因为其实前边已经有几个赛季是这样的了 就是RSG风仔要更稳一点 而无论搭配的是小玉呢还是东方 他们两个其实要承认的是比上巅峰时期都下滑了一些 对 或者说就是比上同时期的风仔或凝青来讲的话呢 要差上了可能微弱的那一丝丝 可能就是跟小玉搭档的时候 风仔还没有说成为一个非常完全的完全体 对 所以他的状态会有点起伏的情况下 有一些时候还是需要小玉来去扛这个大棋 是的 那也是越往后打风仔 经历了两个赛季的洗礼之后也越来越稳定了 来看看这首地图选择到的是庆元春 还是打洗礼春了 这样的话 Skinball 没有任何的赛事差异 成绩来看风仔这边很快一分零六秒六一 场上唯一零六的选手 而现在的记录榜上的话也是排在了第四名 是 也就是说其实勤九赛打了 整整一个赛季的清元春之后 成绩还是稳定在一个零七秒钟 对 但我觉得如果还要成为制胜赛道的话 两个人成绩可能都得再往前提一些 不极限 你起码得有一个人提到在记录榜上的这样一个成绩的话 对 才能够保证你每场比赛有极大的概率能够取胜 不然的话就是只是一个零七中的这样一个成绩的话 其他队伍也可以跑出来 对 而且这次虽然是冷门赛道 但也只要你会打那肯定会提前练 前面一完之后延续有卡位 下一完道 走完之后看一下相距有0.4 还暂时碰不到风仔的这个车尾 后边的矮子0.8都0.8 站在跟中 过来之后 这两个弯过来之后 现在是中稍微落后了一点点 后边还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四名选手是暂时都碰不到彼此的 没有任何对抗 看ECU再释放过来 感觉弹仔这个车头不断的在出现啊 是 都有拉近 看这个出完 那后边是弹仔还是重 你也很难去判断 你俩人又卡在一起了 把弹仔留在墙上 没下去了 这个点的话 弹仔的损失有点大 弹仔跳过来之后再找下路线延续过来 快出没问题 0.6秒的优势 最后这个进到口也不具备任何冲上的可能性 出完以后看下这一局 长直道上 弹仔续沿上 最后成绩是1分06秒 63又是一个06 对 比他刚才的成绩看起来要更快一些 对啊 而且他A车啊 A车跟哈利特其实差不了多少 嗯 0.2秒的优势差 今天萧瑟打破完应该也是快了 差不多0.2左右 那也就是说之前哈利特的记录 跟蜂仔跑的这个记录也相差无几 这就是RSD 他们的竞速 出来以后就是一个逼竞记录榜的成绩 蜂仔7局6抽 弹仔把剩下的那一抽给补上了 所以说RSD是拿到了7局7抽 对 最后拿到了2V的胜利 是 确实如开在之前所能够设想到的一般啊 因为对于清久来说 拿到首胜了呢 他胜利的其实很棒很不错 但这场比赛面对着RSD 没有输过的 未曾败尾过的这一对2V组合 依然还是差了点意思 是的 那也随着常规赛的2V结束 RSD是保持了2V的全胜胜率 而且得说是这俩人组在一起 和后这一段2V组合 目前没输过 嗯 因为第一个赛季嘛 对 但是你回想一下前几个赛季 我想 印象当中你看RNG有过2V全胜 RSD有过2V全胜 但是狼队好像好像鲜少有这样的一个战绩 嗯 但我记得也有过 好像有 但是不多 在RSD的话好像就是经常会有 那毕竟也是嘛 你看RSD拿了RNG拿了 那肯定会有几个队伍都拿不到 是 所以这就是关键的一场比赛 可能狼队输的2V也不多 但也就是说 跟这些百分百的队伍去对决的时候 看谁的胜率就更高一些 对 139比上119 最后是赢了20分 MVP给到了风仔 没有任何的悬念 个人均分有10.9分 唯一一局 没有拿到这个起步的这个完全全冲 是因为赛车的劣势嘛 对 没有办法 额 Title给到的是急速猛进 嗯 也是本赛季拿到了94的MVP 再次恭喜风仔 同时也恭喜了RSD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ED